我觉得这个是和价格的形成机制是有关的 就是投行在发行的谈判 价格谈判的过程中 很重要的都是在一级市场的环节 对 二级市场呢 其实它的价格呢 是通过持续的竞价交易 它是一笔一笔交易出来的价格 但一级市场呢 它是一个smooth市场 所以它的价格呢 是一轮一轮大家谈出来了 这个谈的过程中呢 其实就是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这个过程是在不断的去管理发行人的预期 以及投资人的预期 去拉近双方的这个价格区间 最终定在一个双方都认可 同时呢 对于未来的走势 也不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博弈 不断的平衡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其实我们一般可能更多的会叫发行路演啊 那我觉得可能当然也是广义上谈判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其实做这种路演推介还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我们投行可能还是要致力于消弭这个买方和卖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那比如说我们公司在这个公开发售的时候 如何让能让投资人对这个公司有更多一点了解 同时也对于就是他的这个公司价值 在这个投资者心中的公司价值有更深切的一个了解 那我们同行作为一个桥梁 代表卖方 然后与这个投资人进行这个路演的工作 更多的还是这个宣传亮点 然后准确的描绘公司 并且给公司争取到非常合理的定价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